場面不太妙 保全先通報再說 只見灰衣男半蹲在地 狠狠瞪著坐在椅子上的另一名男子 對方試圖用手阻擋 但他越罵越大聲 下一秒竟然直接回拳 他一坐完人就想跑 對方痛得捂住臉 保全朝灰衣男大喊 但他頭也不回 路過民眾目睹這一切 全看傻眼 事發都在台北市萬華 猛甲公園 當時下午一點多 正是攤商準備做生意 遊客正多的時候 結果證明39歲 紅杏男子喝醉跑來鲜晃 早上不認識的54歲 林杏男子聊天 對方根本不想理他 雙方因此發生口角 他就氣得動手打人 民眾嚇得報警 保全到場後 他又再捕一拳 以為落跑就沒事 但員警一抵達 馬上就抓到他 因為他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 每次只要喝醉 就跑來公園找陌生人閒聊 一不高興就動手 至少有三次類似記錄 這次再被依設為法送辦 而其實要嚴防這樣的案件 警方自有一套維護方式 因為這個公園就在龍山寺的對面 所以這邊是警方加強巡守的熱點 這邊特別增派了諸位景保全 一旦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的話呢 在員警抵達之前 他們就能第一時間的進行了解 以及處理 尤其是假日觀光客爆滿 保全巡邏更加密集 畢竟這邊是知名觀光景點 不容許上演全武行 得顧治安 也要互門免 TV的新聞成員 吳宇娜她有報導